《電獄判客2077》可說是幾年來最被期待的遊戲 但是在玩這個遊戲之前 有什麼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幾個重點? 首先呢,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是另外一個遊戲《Cyberpunk 2020》改編的 它是一個直筆RPG,或者稱TRPG 什麼是TRPG呢? 你聽過《龍與地下城》吧 就是那種遊戲 不完全算是桌遊 主要是讓一群人一起共同說一個故事 而其中從遊戲主持人到玩家都要發揮創意 來融入這個角色和世界 在這個TRPG裡面 主要的故事發生於《不夜城》 其中整個世界的科技雖然急速發展 但卻也越來越混亂 中東國家互相發動核武戰爭 導致他們大部分的國土從沙塵 變成了有放射性的玻璃 美國則因為腐敗政府和經濟動盪 而陷入了極端的M型化社會 中產階級已不復存在 而大城市之中分為明顯整潔的商業區 以及戰鬥區 充滿貧民窟以及犯罪 巨型企業逐漸掌握政府 甚至可以說是自成國家 這些企業之間也會互相發動戰爭 有時候是網路攻擊 有時候甚至會動用到實質上的軍武 在原本遊戲之中 存在著幾種身份 大概就是職業的概念 擁有各自特長 搖滾明星大概就是奇幻RPG裡面 隱憂詩人的概念 反抗權威的化身 靠著自己的音樂來影響群眾 獨行俠則是殺手保鏢 或者殺手保鏢 通常是前軍人 全身有著大量的改造 因此反應和體力超乎常人 但是卻也因為體內注射的各種藥劑 而非常多疑 有時候甚至會不受控的暴走 技工則是這個世界的工具人 擅長組件修改各種機械 有時候也會接觸黑市的武器 而因為這個世界之中 幾乎每個人都有某種程度的身體改造 技工有時候也擔任醫生的角色 媒體在這個腐敗世界之中 則是唯一願意揭露事實的存在 卻也因此常常遭受生命威脅 而僱用了毒性俠來當保鏢 這跟現實世界相比來說 有點諷刺就是了 企業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擁有諸多企業資源 現人則穿梭於地下社會之間 走私貨物買賣資訊 當你需要找人或找東西的時候 找現人就對了 浪人則類似未來的吉普賽人 受到瘋狂邁思之中的角色啟發 沒有固定的家 都是在高速公路上成群結隊的移動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駭客 利用身體改造而能夠直接 將自己與電子介面連接 潛入各個企業的路網來奪取資訊 可說是這個世界之中最有價值的身份 不過在2077之中 主要會出現的就是 技工、獨行俠以及駭客這三種身份 但是這些身份並不是固定的 只是代表你在遊戲開始時的強項和弱點 而Keanu Reeves在遊戲之中 飾演的Johnny Silverhand 其實是原始TRPG之中的重要角色 是個前軍人轉職成為搖滾巨型 而他的樂團名字就是Samurai 武士 所以才會在E3預告片之中出現 Wake the fuck up Samurai這句台詞 因為他在2077年時早就死了 在遊戲之中會以電子鬼魂的形式出現 類似星際大戰的絕地英靈 會時不時出現來釐清當下情況 甚至吐槽你的選擇 但是在了解這個遊戲的背景之餘 最重要的也許是了解Cyberpunk這個類型 電獄判客又稱賽博判客 最具指標性的特色就是高端科技低端生活 也就是在科技極具進展的情況下 整體社會結構以及價值並沒有跟著進步 有時候甚至倒退了 這個類型最知名的作品當然就是銀翼殺手 但是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沒看過銀翼殺手 所以比較容易認得的例子就是攻殼機動隊 而在遊戲方面 在電獄判客2077之前最出名的電獄判客作品 當然就是駭客入侵系列 其中也講述一個人們沉迷於身體改造的世界 而這類型的中心主旨就是科技無法拯救我們 即使我們有先進的人工智慧、自駕車 各種解決生活煩惱的工具 如果人的價值不跟著進步 整個社會只會不斷地沉淪 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貧富差距、各種剝削 都不能夠靠科技來解決 事實上科技的進展只會讓這些不平等更為加劇 食物鏈頂端的人們能夠無憂無慮地享受這些新科技帶來的甜美果實 讓餘下的人們在弱肉強食的都市叢林之中掙扎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虛構的故事了 隨著社群媒體佔據生活的比例越來越高 沒有任何人的資料是安全的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英國脫歐公投時 脫歐方利用個人資料來精準地投放廣告 直接改變整個選舉的局勢 這就是電獄判客2077的世界 當然作為CD Project的遊戲 其中的開放世界以及遊戲性也非常值得期待 我之前看了一段衛視出的片段 其中用了獨行蝦以及駭客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遊玩 十足展現了這遊戲沉浸式模擬的特點 所謂沉浸式模擬也就是讓玩家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與遊戲世界互動 而其中也有可能產生一些連開發者都沒有想到的玩法 就拿我看到的片段舉例 你可以拿著大把的槍衝進去 甚至把敵人機槍塔拆下來掃射 或是當個駭客使用平常無法開啟的通道 甚至駭入敵人身體裡以及環境來造成各種意外 如果這些元素有提起你興趣的話 我有個好消息 我與《電獄判客2077》這個遊戲合作 特別設計了啟發自《銀翼殺手2049》的滑鼠店 如果你現在點影片下方的連結購買遊戲 就能免費獲得這個滑鼠店 留言說一下你最期待這個遊戲的哪一部分 也別忘了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未來的影片 當然講電影跟電玩並不是我的主頁桌遊才是 所以去看一下我的桌遊頻道 我是超粒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